相铺,SUMO是一项源自日本的传统运动,历史悠久,深受日本民众的喜爱和热爱。 它不仅仅是一项竞技运动,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和人生哲学。 在这个视频中,我们将带您了解相铺的历史文化、规则技巧以及运动员的生活。 相信通过这个视频,您将对相铺有更深入的了解,也能够感受到这项传统运动所散发的独特魅力。 好,开始。 相铺是日本的国际,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日本。 相传相铺最早起源于神话时代,古世纪中的神代描写剑狱雷神河,出云的剑狱冥方神之间的历境,被视为相铺的起源。 相铺在日本的历史上经历了许多阶段的变化和发展。 日本书记中最古老的,历史之间的格斗是锤人天皇七年,也见肃弥和刀麻猝塑的绝力,此绝力也被视为相铺的起源。 肃弥决肃作为相铺的始祖受到祭祀。 在古代日本,相铺是一种神式和娱乐活动,常常在祭祀活动和庆典上进行。 在视听时代,相铺逐渐成为一项专业运动,开始出现专门的相铺比赛和相铺历史。 到了江户时代,相铺成为了一项受到广泛关注的娱乐活动,出现了大量的相铺道场和相铺历史。 同时相铺开始有了更加完善的规则和制度,例如规定相铺历史的体重和年龄等。 在现代日本,相铺已经成为了一项备受关注的国际性体育赛事。 每年都会有数次大型的相铺比赛,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和热情。 同时,相铺也成为了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反映了日本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。 在日本学校,相铺通常是体育课程的一部分。 学生们可以在学校里接触到相铺,了解基本的规则和技巧, 但是都是以讲解相铺知识为多。 真的要进一步学习的话,可以去寻找相铺道馆。 这是专门提供相铺训练和比赛场地的场所。 在相铺道馆,学员可以得到专业的指导和培训,从而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。 另外,日本有很多业余的相铺团体。 这些团体通常由一些业余爱好者组成,会定期举行比赛和训练。 加入这样的团体,可以与其他相铺爱好者互相切�,提高自己的技能。 不错,提高自己的技能。而一些退役的相铺历史,或是有经验的教练,会提供私人相铺教练服务。 学生可以与私人教练一对一的学习相铺技巧。 总之,想要在日本学习相铺,可以先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,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。 由于相铺是一项体力和技巧,都要求较高的运动。 通常要求学员具备一定的体力和健康状况。 一般来说,相铺学校的招生年龄为15到18岁左右。 而业余相铺团体和私人教练则没有年龄限制。 在日本的相铺职业界中,对学员的身体条件有一定要求。 比如历史的体重通常在100公斤以上,身高在1.8米左右即具备中学或以上的学历。 而在业余相铺团体和私人教练,虽对学员具备一定的体重及身高要求, 但没那么严格规定,一般体重不是过轻或太矮的话,都可以去学习,也没有特别的学历要求。 在学习相铺时,还需要遵守相应的规则和纪律,例如不能饮酒吸烟等。 同时,学员需要认真对待训练,和比赛保持积极的态度和精神,毕竟这是一项国际,除了当中的技巧,还要学习遵守相应的规则和纪律。 相铺是日本传统的全民运动,比赛规则非常简单和直观,相铺比赛在一个圆形的土标都有,上进行,直径为4.55米高约16厘米, 标的四周用泥土高出地面,30厘米左右的墙围住。 比赛开始前,两方选手极力是Rikishi,需要先进行入场仪式,然后进入自己的休息室准备比赛。 比赛时,两方选手先在自己的一方土标上进行踏步和拍手动作,然后一起向中间走去准备比赛。 在比赛开始前,选手需要先行攻身然后才能开始比赛。 比赛规则很简单,开始后,两个选手会试图用各种技巧推及对方。 除了脚外,如果一方选手的任何部分碰到地面或被推出圆形土标之外,他就被视为失败,比赛结束。 但也有一些特殊规则,例如选手不允许使用攻击对手下体的技巧,也不允许使用摔跤打击和拉扯等技巧。 此外,如果比赛进行过程中,一方选手应受伤或其他原因无法继续比赛,比赛将会立即终止。 在古时传统相扑上,女生是不准踏入土标内的,但现今日本社会已放宽了不少。 日本第一届全国业余女子相扑锦标赛于1997年举行,规则与大相扑相同,只是女历士都当不在下穿紧身连衣裤,比赛持续三分钟,而不是像大相扑那样的五分钟。 但大多数日本人不认为女性相扑是真实的,并禁止在专业环境中进行,只存在于业余水平。 相扑历史根据他们的战绩和能力水平被划分到不同的等级,日本相扑历史等级的划分一共有十个级别。 最高的五个级别称为墓内的相扑手或墓内力士,最高等级是横钢Yokozuna,跟住四个,依次序为大关Azeki,关鞋Sekiewicz,小杰,Komusubi,及前头Megashira,之后的都称为底层力士Jurio。 同样有五个级别,依次序为十两Jurio,墓下Mekushita,三段Sandon,序二段Janadon,及序之口Yonakuchi。 不论底层力士及墓内力士,也会根据表现和战绩可以升降级的。 而等级越高的力士,在比赛级生活中都享有更多的特权和福利,但也需要承担更多的压力和责任。 因此日本相扑力士非常重视等级的划分,并且竭尽全力争取升级。 在日本相扑界,力士的等级越高,享有的特权和福利就越多。 首要当然是薪水,横钢和大观的薪水最高,其他等级力士的薪水则足及递减。 而等级高的力士,可以住在更好的相扑布屋Stables里,布屋里的设施也会更好。 除设施外,由于力士每天需要摄入大量的食物,来维持它们的体重和力量,等级高的力士可以享受更好的饮食, 如更高质量的肉类和鱼类,亦可以享有更多的训练时间,并得到更好的教练的指导。 横钢和大观是相扑界的最高荣誉,他们享有更高的声望和知名度,也更容易获得商业赞助。 亦可以获得更多的比赛权利,例如与其他高级别力士的对决,以及更高级别的锦标赛参赛资格。 以上是一些常见的特权和福利。 但需要注意的是,相扑力士在日本社会中仍然面临着很高的压力和要求,如要求保持严格的体重控制和生活纪律,因此这些特权和福利并不是轻松获得的。 相扑力士的收入因等级战绩和赞助等因素而有所不同。 一般的底层力士Jurio,平均月薪约为30万日元,约合2700美元左右。 前头力士Megashira,平均月薪约为50万日元,约合4500美元左右。 三亿力士Komusubi Sekiwikaziki,平均月薪约为100-200万日元,约合9000-18000美元左右。 至于最高级别的横钢Yokazuna,由于他们的表现通常非常优秀,所以他们的赞助和奖金可能会高于其他历史。 横钢的年收入可能达到1亿日元,约合90万美元以上。 值得注意的是,相扑力士的收入不仅包括基本薪水,还包括各种奖金、广告赞助和其他福利。 此外,相扑界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,历史们必须争取升级等级,以获得更高的薪水和福利。 让我介绍一下相扑历史上一些杰出的历史吧。 西式李宽,Hakuho Sho,它是现代相扑界中最伟大的历史之一,也是历史上取得超过800场胜利的历史。 它是横钢位最长的历史之一,赢得了40多个锦标赛。 千代富士工Chiyono Fuji Mitsugu,它是1980年代最伟大的历史之一,赢得了31个锦标赛和1045场胜利。 是少数超过1000场胜利的历史。 大鹏姓喜,Taiho Koki,他是历史上最成功的相扑手之一,赢得了32个锦标赛和872场胜利。 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,被认为是相扑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。 朝青龙明德Asashiru Okinori,他是2000年代初期最具争议的相扑手之一,也是来自外国、蒙古的横钢。 他赢得了25个锦标赛和669场胜利,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创造了许多记录。 北湖名满Kitanumi Toshimitsu,他是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最伟大的相扑手之一,赢得了24个锦标赛和951场胜利。 他于1985年推移后建立北支湖布屋,在2002-2008年担任日本相扑协会理事长,并于2012年赴任。 这只是几位相扑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之一,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历史也有着杰出的成就的呢。 相扑运动的精神和技巧不仅是日本文化的象征,也是人们追求健康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。 在未来,相信相扑会有越来越多的粉丝和爱好者,继续传承和发扬这项独特的文化遗产。 希望本次视频能够带给大家更多关于相扑的了解和启发。 最后感谢您收看我们的频道,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内容。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想法,请在留言与我们分享。 如果您想要更多资讯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并点击通知铃铛以获得最新更新。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再见。